穿紅色衣服的 就是跟他 堂姐在談話 紅衣女子坐在家門外空地 和堂姐聊天 下午2點左右 她起身回家 這一幕成了最後身影 當天傍晚 她被丈夫吃刀刺殺身亡 堂姐姐 我只能講一句說 我妹妹不可能接受 因為她滿樂觀的 接到2號 堂姐眼眶泛紅 怎麼也無法接受 前一天還好好的妹妹不在了 妹夫也重傷 還未脫離險境 三個還在念書的侄女 頓失經濟支柱 因為我自己有在工作 我可以自己照顧自己 現在他們兩個都還小 爸爸的情況現在也不知道 那如果真的有順利揪起來 也是一個長期照顧 在台中念大學的長女 趕回嘉義處理媽媽後事 爸爸還在加護病房 需要人照顧 兩個妹妹又是國高中生 一家人陷入困境 開刀完之後就一直沒有辦法 一直覺得自己哪裡不舒服 然後又一直去就診 然後不是檢查都沒有事 根據了解下獨守的丈夫 之前是計程車司機 頸椎受傷開刀後失業 一家人靠低收入戶補助過火 但最近丈夫社會縣開刀 前兩天回診 在國道自撞護欄 代步車報銷 丈夫情緒低落 妻子又長期酗酒 雙方曾爆發口角 疑似因此印發悲劇 低收入戶一個月差不多兩萬多塊左右 這個部分還是會有繼續幫助他們 那我們公部門這邊 如果他有需要的 我們一定會全力來輔助他們 還有希望社會大眾能夠幫忙 因為小孩子還很小 儘管低收入戶補助 每個月兩萬多元 但對三個還在念書的孩子來說 遠遠不夠 加上安置問題 恐怕還需要社會大眾幫幫忙 記者和國文下一報導